每日来到主人面前 共同经历神的恩典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 参考经文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 做我的见证 使徒行传一章八节 在阿巴拉契亚山道上 攀登祭司山 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 虽然它不是我爬过的最高的山 但我爬到山顶 还是颇为费劲 有些路段几乎看不见 我不得不趴在岩石上翻过去 不过从山顶上看到的壮丽景色 还是值得这份努力的 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最后一幕 发生在一座名为 橄榄山的山路 他和门徒经常去那里 经过三年多的跋涉 他们来到了这趟旅程的转折点 在那里 耶稣赐给门徒一个惊人的命令 要传扬他的道 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 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 耶稣的门徒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和物质装备 来完成这项任务 但他也赐给他们一个应许 他升天以后 仍要借着圣灵与他们同在 借着圣灵的同在和帮助 门徒们要向万国传扬耶稣的福音 使徒行传和新约的接下来的部分 都表明耶稣的门徒正是这样做的 凡他们所到之处 都有新的门徒代代传承 直到我们的时代 感恩的是 我们如今也有神所应许的圣灵 为我们引路 让我们一起祷告 主耶稣 求祢以祢的灵充满我们 使我们能分享祢的福音 祢的爱 直到地极 奉祢的名祷告 阿们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 今天我们下期算有一道 我们下期间 更好